2017年由一人无精自导自演的战狼2 创下了票房夹击 让人见识到了大陆军迷市场的庞大 大陆军事迷估计有1亿左右 讨论的热度很高 相关的网站也越来越多 那么最近在网路上 有这么一位退役的特种兵成了网红 他是第一位进入法国外籍兵团 散兵突击队的亚洲人 大家好 我是君吴信蕾 希望大家能够热爱军事 喜欢军事文化 并且参与军事活动 在直播兴起的年代 你可别以为画面中 这位走军事风的帅哥 只是一名普通的直播主 这个时候你只要用其中的一只手 压住他的手掌 不让他及时认脱 另外一只手去抓住他 任意的一根手指 合力向外掰动 不论是亲自示范防身术 还是带你来一场 激进真实的街头象征 他是拥有丰富军武知识 以及实用战斗技能的 退役特种兵 而且还是来自于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法国外籍兵团 我从18岁开始参军 24岁退伍以后 开始自学法语 进入了法国外籍军团 成为了第一个华人外籍特种兵 他们都说我是现实版的战狼 1831年成立的法国外籍兵团 属于法国正规部队 曾经参与法国大小战役 战功标柄 筛选成员也相当严格 吴行磊到今天都还记得 当年甄选入伍时 老兵对他的另眼相看 你知道特种部队是什么吗 我刚想说我知道 他说你其实知不知道 都无所谓 特种部队里面从来没有中国人的 散兵推队里面从来没有中国人 散兵推队都是精英 你们中国人只是做厨师的 只是做厨子的 从那刻起 吴行磊深刻认知到 想要不被瞧不起 只能努力证明自己可以 于是经过三年训练后 瘦小的他成为了第一位 进入法国外籍兵团中 最精实的散兵突击队队员 对于特种兵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要会进行 智慧的判断和抉择 在每次接到任务指令的时候 我们需要根据战场的规模 战场的环境 来调整自己的装备 和行李的分配 吴行磊十年的 法国外籍兵团生涯 任务遍及东非 中非 玛丽 卡达 科威特 沙烏地阿拉伯等地 其中在2014年 执行协助北非玛丽 剿灭武装叛军时 一度与死神擦身而过 亲眼送走了同袍战友 我们车轮可能朝五公分 朝右偏了一点 就没有压着地雷 然后想 怎么会是他们 怎么不是我 2017年 无精自导自演的战乱2 票房创下大陆影坛记录 也让从法国外籍兵团 退伍的吴行磊 突然成了网红 在网络频道军事真人秀 军武大本营的访谈中 一炮而红 吸引了上百万人的关注 虽然告别了 枪林弹雨的战场 但目前的工作 却有着更大的能力 也特别希望 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将这种军人的精神 正能量的态度 传播给更多的人 前后13年的军旅生涯 吴行磊可能比过去 许多退伍军人 幸运得多 因为碰上了大陆 网络直播兴起 让他的军旅人生 有了不同面向的衍生 操作其实相当简单 只要一直踩压油门就行 因为坦克自重比较大 你稍微松开一点油门的话 他自己就会停在那 完全不用踩刹车的 我在俄罗斯 有一个坦克基地 可以让我们这些军迷们 非常好地感受到 比如说自己驾驶坦克 射击 做战斗机等等 根据大陆媒体调查 中国大陆广义的军事迷 人数大约就有3.2亿左右 而死中的军事迷 则在1亿上下 但市场相关产业发展 却不及这个数字 大陆媒体分析 最关键的原因 是军事迷实在太过低调 因而让人有着军事市场 极为小众的印象 那这次就交给我主持吧 直升机是我最喜欢的 我来教大家 怎么从直升机里面跳伞 在动则上映的 大陆军迷市场 透过网路将看家本领 分享给军武同好 让拥有一身好武艺的吴星蕾 即使卸下军装依旧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